同学们 在这一讲中 我们要一起来解读 献给艾米丽玫瑰中的不可靠叙述 以及该小说的片名 在这篇小说中 主人公毒杀情人的故事 就足以令读者骇然 但更为震撼的情节 是艾米丽小姐藏尸家中 长达四十年之久 我们不禁要问 这么长时间难道没有人发现吗 或者已经有人发现 却隐瞒不报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讲故事的人 叙述者 在这篇小说中 叙述者是第一人称复述的我们 但这里的我们 显然不是一个实质 也并不代表正上所有的人 首先 叙述者我们代表的是正上的男人 因为小说里的女人 都是好打听的 亲信的 喜欢搬弄是非的 字里行间透露出浓厚的性别歧视 其次 叙述者我们代表的是小镇上的第二代人 及艾米利的同代人 因为当说到第一代和第三代的时候 叙述者使用的是排他的口吻 即使我们已经把叙述者我们 缩小到小镇上第二代的男人们 这个较小的范围 这依然是个模糊的群体概念 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小镇上的第二代人是过渡的一代 其中个体之间在思想认识上的差异 必定很大 所谓我们的看法 顶多只能代表这中间相对比较普遍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不用我们中间具体的某个人 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呢 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来解答 现在我们需要追问 叙述者我们是否知道艾米利家中藏有赫默的尸体 答案是肯定的 尽管叙述者没有明说 但小说作者已在很多细节处暗示读者 叙述者之而不报 首先叙述者我们知道艾米利小姐买了毒药 也看见赫默最后一次进入她家里 后来艾米利小姐没有自杀 而赫默却不见了 然后艾米利的家里散发出臭味 这一系列事件难道还不足以引起镇上人的怀疑吗 再者叙述者说 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 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 见到她的身影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 四十年来从来没有人见过 要进去得把门撬开 她们等到艾米利小姐安葬之后 才设法去开门 很明显 镇上的人早就怀疑赫默的尸体 就在格里尔森房子的顶楼上 她们一直等到安葬完 艾米利小姐这才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入 以证实自己的猜测 这是一个近乎恐怖的事实 全镇的人集体兼默 成为谋杀犯的包庇者 而且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 镇上的人明知楼上停着尸体 还送自己的小孩去艾米利家学画画 这又是长达七年之久 这样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说明了什么 首先 这是一种保护 使艾米利小姐免受牢狱之灾 从而安度余生 这体现了镇上人对艾米利所代表的 行将旧倾的旧南方传统的一种呵护 其次 这是一种 毕则 所谓不知者不罪 叙述者以一种貌似袖手旁观的姿态 故意做出不知真相的样子 目的是避免卷入一桩谋杀案的责任之中 这让我们想到之前的问题 为什么叙述者不是一个实质的个人 而是一个虚指的 模糊的群体 我们 因为我们是模糊的 是不容易具体锁定的 而且我们是一个群体 所谓法不择重 最后 这是一种隐约的自白和忏悔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叙述者并非一味隐瞒 或者扭曲事实 他已经足够坦诚 他给出的细节 足以让读者了解真相 他只是没有公开地 把真相直接说出口 但无论如何 这种行为 已经可以被视为一种自白和忏悔 他透露出叙述者 怀有的某种负罪感 反映出镇上的人 意识到了在艾米丽的悲剧中 自己实在是难逃罪责 最后这一点 与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片名 和作者的态度 也有关联 小说的片名叫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但在小说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玫瑰 只是在停放着死尸 原本布置为婚房的房间里 我们看到了 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 玫瑰色的灯罩 那么 作者为什么为这篇小说 取名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我们知道玫瑰是爱和爱情的象征 进而代表着婚姻和幸福生活 特别是对于那个年代 像艾米丽这样的贵族家庭小姐而言 然而 艾米丽小姐生前 没有获得她所渴望得到的玫瑰 作者以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来命名该小说 毫无疑问地表达了纪念和缅怀之意 既然艾米丽小姐生前没有得到玫瑰 那就让我们以此文作为一只玫瑰送给她 以寄托我们对艾米丽小姐 以及她所代表的南方传统的哀思 这样的片名 既可以视为作者的态度的表现 也可以视为自白者的叙述人的情感流露 片名所寄托的艾思必定是十分复杂的情感 她包含了缅怀 同情 敬佩 忏悔 甚至赎罪 作为一个悲剧人物 艾米丽小姐是值得同情的 因为她和被她毒死的赫末一样 都是那个社会和时代的牺牲品 她甚至也是值得敬佩的 就像一个悲剧英雄 她以弱小的身躯 单枪匹马地挑战整个社会 她从不退缩 也从不起求怜悯 在她那种可怕的极端自尊 独立的人格中 我们看到了令人敬佩的尊严和勇气 高贵 宁静 无法逃避 无法接近 怪僻乖章 以上就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讲 谢谢大家